今天我们探的这家店是洛杉矶非常出名的日式烤肉Yakiniku Orson 他们家菜单有三套,ABC都是200美元 每个套餐两份起定 C套餐因为主要是shub shop和收洗锅 所以我们就分别点了AB套餐各两份 第一道前菜,鱼子海胆茶碗蒸 这里的海胆就中规中矩吧 有海胆的东西也不会很难吃 这个是A套餐的海胆三文鱼子饭 饭有点少,鱼子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点咸 B套餐是一份甜蝦 感觉这道没有海胆饭好吃 接下来是A套餐的和牛前菜 最后边是和牛配上海胆 上面有一撮梅子酱 中间是一撮和牛生牛肉 底下配一个小菜叶 最左边是一个小的short rib 这三道菜里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道海胆和牛 接下来B套餐 黄瓜糊配鱼子和鱼子酱 中间是梅子酱配的beef tartar和海胆 所有前菜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了 梅子酱的味道真的是绝了 之前在安拿卡家几乎每道菜都有梅子酱 现在就接受了这种设定 中间的鲍鱼就略显一般 感觉是给套餐凑数的 B套餐这里还有一个short rib 吃的时候最好要切成小块 不然会有一点嚼不动 A套餐这里是一个龙虾细面 这个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两个套餐里都有一份牛尾汤 接下来是一个蜂蜜柠檬雪扒 里面细微的还有一些小的橘子皮 虽然这个甜品的顺序出现了有点迷 但是我们终于进入了今晚的主题 烤肉环节了 服务员小哥哥刚开始会烤一些南瓜 菠萝 蔬菜 水果在旁边 然后上来的是满满两大盘子 各个部位的和牛 烤的第一块是和牛脖子肉 应该是当晚最肥美的一块 入口即化就是它啦 我估计因为它是当晚最肥的一块 所以是先吃 第二块是和牛的rib iron 第三块是和牛的short rib 第四块是和牛的牛背肉 也是当晚最瘦的一块肉 我感觉它们烤的顺序是按照越来越瘦的顺序 虽然说吃到后面是越来越腻 还好中间夹杂了蔬菜和水果 我感觉烤菠萝是最解腻的 希望它们之后在套餐里面再多加一些菠萝 之后还有两盘腌制烤肉 A套餐是酱油腌制的烤和牛 B套餐是miso腌制的烤和牛 当又上来两大盘肉时 我和我的小伙伴内心都是拒绝的 好吃还是很好吃 就是吃到最后太油腻了 油腻到我的味觉都已经失灵了 到后面已经完全吃不出味道 感觉就是在大口大口的吞着油 我吃到最后感觉 扎一下我的肚皮都能有油流出来的地步 在吃完所有的和牛烤肉之后 又上来了两份主食 A套餐是一份和牛干拌面 B套餐是一个和牛汤面 接下来是甜品部分 我们四个人分别点了四样不同的东西 一份抹茶蛋糕冰激凌 右边是甜红豆汤 中间是意识奶冻 Panacota 左上角是羊羹配抹茶冰激凌 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下一期见拜拜